腦炎以后不会讲话 你问他 跟他讲话他就不会看 有点像自闭症这样 眼睛开蓝条西 一直咬他说你贵心 他说我吃饱了 很多脸不会讲话 结果后来在我们这边 吸的这个清晰 大概五分钟开始就跟人聊天了 然后也记得刚才我是谁 我真的被他吓到了 后来我就一直思考 我们不能否认事实 那这个为什么呢 后来我后面会提到 这个灵修的东西我们就不讲 所以我们脑跟智力神经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人 为什么会有精神神经疾病 为什么会智力神经思考 就是有下面这些原因 第一就是脑发炎 脑为什么会发炎 我们等一下会提 还有就是周边神经的传导不正常 这个神经传导不正常 其实神经传导应该讲 他可能传导速度过快或者过慢 再来就是神经传导速度不足 因为我们神经跟主 神经之间 神经跟target organ之间 他并没有连到 他是一个有一个缝隙 那么这个缝隙呢 为什么传得过 他不是螺丝锁在电器上 有一个钉子锁住 因为我们的nerve impulse 它只有非常非常小 只有心电谱的一千分之一 他不是直接来 好像把这个东西翘起来 他是触动这个神经传导速的分泌 所以我们恐惧愤怒喜悦 幸福快乐 几乎都跟那个神经传导速有关 这个神经传导速出动了以后 比方说 其实我是认为说任何人的一种情绪 都跟化学物质有关 比方说你愤怒的暴怒的时候 心跳很快的时候 一定一瓶瓶瓶高 你是当志工的时候 很可能你的βm瓶瓶高 所以你会感觉到很快乐 那么如果你的肠胃道 没有办法制造好 很好的血清素 色胺酸各方面 这个缺乏 如果是血清素的话 你就有抑郁症 所以任何情绪 任何一种情绪 都是由很多种不同的 神经传导速组合起来的 那么我们神经传导速有这些 六个大类我们就不提了 不过还是提一下 就是 如果Penetalphaein高的话 人会紧张 Dopamine缺乏会发精神 Histamine缺乏 尤其是你是抗主治安的时候 就会头昏昏了 开车会好像喝了酒一样 反应慢好几拍 血清素缺乏会 就会这个 血清素缺乏会引起忧郁症 就是Gaba最好玩 我们脑里面有一种叫Gaba 一种Burutame Gaba我曾经用了很多 Gaba它是抑制我们的那个 神经亢奋的 当然一直 神经亢奋的 最重要还是用美磷子 以前我们还没有亲戚的时候 我们用Gaba 很多人 老婆很高 因为吃完Gaba 吃完美磷子就降低了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不错 把它叫做长生不老药 因为可以睡得很深 那么我就自己做了 请长生后一样 有一种Gaba的厨房 300mm一颗 结果我就一直吃 吃到最后吃到4颗 4颗1200mm 我觉得还不错 没有什么 结果有一天 我这样一直不随意运动 我惨了我自己做这个 我怎么会这样 惨了 心情稍微低落一点 后来又把Gaba停掉 就没有了 后来我就发现好多病人 吃一颗就开始动 所以这个跟神经传导术有关的 这个药要很小心 好 好 我们今天 这个